看著這堆動漫手機殼 有沒有一種童年回憶 動漫情節慢慢浮沙出來呢? 很多人無論為了防撞或裝飾 都喜歡幫手機裝個手機殼 甚至用自己喜歡的動漫角色做手機殼 原來這些殼很多時都會被複製做翻版 但全部都是把個圖案印在殼上 到底怎樣分真藝呢? 鑽上正版手機殼的店主Jerry 就有四招旁新 第一點大家會看到授權 正版一定會有類似的雷射標籤 第一點一定會有這些 但有時未必有雷射標籤 它會印在後面 例如我手上的日版殼 就可以看授權的標籤在後面 第二點就是每一個正版殼都會有獨立的編號 其實很簡單 只要上網直接打這個編號 就已經可以找到這個殼的資料 除了包裝之外 學生都會有不同 第三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些 每一個正版殼的設計 每一個正版殼的設計 一定要包含它本身自己公司的名字 例如迪士尼 它一定會有迪士尼這個名字 例如這些每一個都會有 都會出現在殼的某一個部分 像這個一樣它都會有 所以這也是一個小小的貼士 可以容易分正版和翻版 第四點 正版和翻版其實很容易看 如果你有一個翻版殼 放在旁邊 就一定會看到 但如果沒有的時候 你都可以很細心看 正版殼其實它所有的印刷 很仔細很細緻 甚至乎有些會做一些 類似浮雕技術 刮都不會花 這個也是一個消費者 可以自己留意的地方 不過你或許會問 都是個手機殼正 是不是正版都無所謂 但如果你是一個動漫迷 那就緊要了 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用的是翻版 就以這款男生最愛的 男兒當入津 日本動漫節會場限定版手機殼為例 每款全球限定200個 Jerry 亦都是香港獨家的經銷商 如果你在其他地方找到 就很大機會是翻版 另一款也是Jerry 獨家的 就是這款 百變小鷹20週年限定手機殼 對小鷹粉絲來說 可以說不能錯過 如果喜歡比較近代 以下這款除了外型之外 功能性亦很強 可以放百特通或其他卡在內 夠方便